陶人绰号黑人的角头老大郭信一 昨天傍晚外出丢垃圾 遭人埋伏当街连开七枪狙杀 送医不治 致命伤可能就是在左胸接近心脏部位重担 郭信一他是陶人当地帮派黑人家族的精神领袖 造迷以胸很出名 配称做黑道军火库 而枪手的计划整理 犯的过程不到十秒钟 还把车开到新北市烧毁灭症 设下断点再找人接应 不排除可能已经潜逃出击 傍晚陶人帮派黑人家族的角头郭信一 出门到垃圾 埋伏枪手突然冲出来 先开一枪 郭信一想逃 往对接跑 枪手立刻跟上补枪 犯过程不到十秒 郭信一身上九个弹孔 现场找到七枚弹壳 枪手杀人之后 开着银色轿车离开现场 先犯开车 离开桃园 往新北市英哥 经过树林 还有三鹰路 最后到三峡交界的甘园路附近烧车 枪手立刻被另一辆车接应离开 这一条路的中间 轿车停在路中间 烧到剩下骨架 建设人员仔细搜索 在车上找到疑似弹匣的金属物 但由于高温 所有机证已经难以比对 无法证实是否为作案枪支 职业杀手的犯案手法 枪枪致命 还烧车制造断点 计划缜密 不排除枪手已经潜逃出境 招魂直角超过十次 郭信一的死充满疑云 桃园帮派黑人家族的脚头老大 郭信一早年形势凶狠 郭信一桃园南门市场发机 传出曾经扫射派出所 提供杀警案枪支 还被人称作黑道军火库 因为经营赌场 放高利贷以及暴力讨债 多次入肩服刑 2019年 血淫帮成员挟持车行九名人质 警方找郭信一 用他在道上的分量出灭劝详 成功救出九个人 去年11月 郭信一又卷入太阳会 价值1.3亿的毒品案件 也有赌场相关的债务纠纷 只要有他出面桥氏 渐渐都敏感 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警方气凶的同时 也全力防堵 后续酝酿的黑道火拼 记者刘士周中林SN小组 桃园报道